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的是管理数学中的唯一分 这个单元的最佳化 首先我要介绍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 在最佳化的这一部分,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认识唯一分是什么意义 在经济学上的模型,以建立的前提之下 我们希望求的是最大的利润,还有最低的成本 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常常都可以使用唯一分的技巧来求解 在技能的部分,我们希望同学能够活用唯一分的技巧 求出最大利润,最低的成本 那么在态度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能够依据逻辑的推演 具有严谨的态度跟耐心细心的计算 在这个单元的教学大纲的部分 我们要介绍的是经济学中常用的符号 还有编辑分析 以及利用唯一分来找这个最高的利润跟最低的成本的问题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一些经济学上面的常常用到的 什么样的符号呢,我们要知道 精细学这个地方啊,不论是任何的效果 像是收益啦,或者是成本啦 消费花费,你只要是加上了编辑这两个字 编辑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代表的是经济量的一个变化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要解释这个编辑的效应的话呢 编辑的效应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去吃非常好吃的假设是小笼包的话呢 吃第一颗,哇,非常的棒 可是你吃到了十颗,一百颗的时候 第一百颗的时候,那个就没味道了 而且完全觉得很腻了 那么编辑的效应,我们是在研究它的变化的状况 就是说,假设说这个R 我们在经济学上面常常用到的这个R的话呢 就叫revenue,revenue就指的是收益,收入 那什么意思呢,就说 如果说是编辑的,这编辑的就是每增加一个数量 它变化的状况,R的变化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编辑,DR就指的是,这是编辑的收入 编辑的收入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再强调的一次就是说 每卖一个单位,每增卖一个单位 那么它的收入的变化是怎么样 我们的收入变化的话呢,是未必会直线的增长的 有的时候,我们多卖一个,可能就没有赚那么多了 那么一样的道理 D,C,这个是COS,指的是我们的花费 那么边际的花费,还有这个的话呢,P,我们常常用到的是Profit 不过这个是跟我们的Price的话呢,会搞混 这大P,我们有的时候用Pi来表示 那么可以,这个是利润 Profit,那这个是我们的费用 费用的话呢,是COS的,所以用C 那我们只要是冠上了一个边际 记得,就是我们的 加上了一个微分的意思 每当X出现了多一个的时候 这个是Delta X 那么如果说是Revenue的话呢 就是DR DX 我们来做个例题 来让各位同学参考一下 假设需求函数,这个P 这个是Price,这是价格 现在的话呢,我们希望的话呢 计算一下 我们的数量 X是由34增到35的时候 收支的变化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基本观念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收入 Revenue的话呢 是等于价格乘上什么呢 数量 这是我们的收益 所以这个地方是X乘上 这个地方是P 所以是根号100-X 那么我们希望的话呢 它是由34开始 数量由34开始的话呢 就是增到35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的Delta X的话呢 是等于1 那相当于是DX 我们要用1来代替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微分 现在来算计算它的编辑的 这个Revenue 先微分再说 各位同学知道这是什么呢 这是两个相乘的 我们在相乘的时候 我们要用的是 怎么相乘怎么微分 前面微分 后面照抄 加上 前面不微分 后面微分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边的话微分 根号的话 这边是我们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丢到前面去 这边照抄 就会变成了 负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就是开根号 放在分母 上面的话呢 再乘上一个连锁率 这边是负一 所以这个地方会变成这样 我们经过整理一下 这个地方分母是这个 我们两边都乘上一个同样的分母 这边有一个二 所以我们通分之后 上面就会变成了 两百减掉二X 又减掉X 所以是这样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把它经过了微分之后 得到了 这个所谓的 边际的收益了 现在我们再用微分式来看 DR 这就是我们的边际的收益 这两个的话呢 可以把它 这一个组 就是我们这边的答案 把它写下去 那这个地方的DX 微小的X的变化 微小的X变化 由34到35 于是我们这个地方变化是几呢 我们把它改为1 来看 改为1 那这个地方就直接 当X是几呢 在 落在34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另X等于几呢 34 上面是200减掉3乘上34 下面是2 开根号 100减掉34 那因为这个数字 我计计过 所以数字比较好算 根号100减掉34 这个地方是64 根号64是8 所以底下的话呢 是16 上面的话呢 是200 减掉 3乘上34 所以是102 所以这边是98 算出来的结果是6.125 也就是说 每增加 产品每增加了 由34的地方增到35的话呢 它的收益是增加的是6.125 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这样的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说 获得最大利润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之下呢 是边际成本 边际的成本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Cost 这个地方的话 成本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 我们要花费的部分 边际的成本 要等于什么呢 边际的收益 这是Revenue 所以这个地方是MR 这是MC 那么 这是什么理由呢 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解释 怎么解释 我们从字面上面来解释好了 我们假设 每增加 每增加一个数量 每增加一个 我们的收益 假设是大于边际成本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问各位同学 我们每增加一个产品 每增卖一个产品 我们的收益 收益的变化 会高于我们成本增加的变化的话 是不是还会继续再赚 如果再继续赚 那我们就继续再继续往上做 那么一直做 做到什么时候呢 做到当边际成本 就是边际的收益 我们每增加一个 我们发现如何呢 边际的成本的变化 会高于我们的收益 那就是亏钱了 我们一直做到亏钱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我们能够边际收益 高于边际成本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一直在 那我们就应该要继续再卖 继续再做 可是做到什么时候呢 做到我们不再去 挣的了 边际的成本的话呢 已经高于边际的收益 这个地方是在亏钱了 那么我们问这个点 这个点是不是就是 最大的利润的位置 那么如果说从这个地方 同学如果看不懂我的意思的话呢 我们就从这边来看 算是 这个所谓的profit 就是我们的利润 这是我们的收益 这是我们的支出 这是我们的数量 好 现在我们来看啊 收益 这是利润 是等于收益 减掉我们的cost 然后呢 我们希望它是出现了极值 如果要出现极值 是什么情况 唯分变零嘛 于是我们两边唯分 这边唯分 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它唯分为零 就代表出现极值 那么也就是什么 这个唯分 也减掉这个唯分 要零 那这个唯分是什么 这个唯分就是 MR 就是我们的边际 跟这个唯分有关的 就知道它是边际的 所以是MR 减掉MC 等于零 那么就是MR等于MC 会发生 极值 那么各位同学会问 极值有两种啊 一种是高点 一种是低点 那究竟是高点还是低点呢 我们必须要伴随着 另外一个算式 我们才能够确认 就是二阶的导数 要小于零 那么我告诉各位同学 一般来说都是小于零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呢 都会是小于零的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题目 试试看 假设说 有一个厂商的话呢 它的成本函数 这是C C的话呢 是这样 那么需求函数 这是价格的话呢 是等于100减掉X 那么我们的利润的 极大的产量值是多少 我们的话呢 X的话呢 到底是等于多少的时候 可以发生了最高的利润 是要X等于几 那么很简单 先把利润 等于revenue 减掉cost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revenue是什么 就是价格 就是价格 需求 乘上X就对了 所以是XP 减掉C 那么XP 我们可以算一下 X乘上P 就是这是X 这是P 再减掉Cost 那是这个是什么呢 减掉200 减掉X平方 那么我们来化解一下 整理一下 就是100X 减掉X平方 跟后面的合并 于是得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模型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Profit的model 就是我们建立模型 建立好了 在这个模型建立的前提之下 我们希望它 怎么样 最大 好 那怎么最大呢 当然就是利用的是 微分的技巧 我们先微分 对X来微分 这是100 减掉 这个微分的时候就不见了 这个微分是减掉4X 那么我们希望它怎么样 等于0 这才是0介值 好 这个0介值 那么 这X025 是我们 现在目前 可疑的 利润极大的产量 那么 做完了没有呢 还不能确认 因为极值 还有一种可能 是极小值 我们来看下一步 现在要算的是 第一 这个24的导数 是等于 负4 这个再微分的话 这个就不见了 这是负4 负4是怎么样呢 永远是小于0 小于0 各位同学知道 它是下凹的 二次微分 二次导数 如果说是负的 表示它是下凹 那么下凹的话呢 当然会出现的是一个 相对的高点 所以这个X等于25 它会出现的是一个高点 所以各位同学知道 最大的产量为多少呢 就是X是等于多少呢 25 现在我们来 介绍的是最大收入的一个问题 假设说 有一个产品的话呢 收入的部分 这是revenue 是等于可以把它写成 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X是代表的是数量 售出的产品的数量 那么最大收入的产量 为多少 那么我们在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希望的是 它最大值 我们的最大值 那就怎么做呢 那就马上就来个微分就好了 因为最大的地方 就是发生在哪里呢 微分的切线斜率 等于0的位置 所以我们对它先做了一个 微分 但是这个地方 微分 我们下一步要小心 因为这数字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把负3 提到前面去 让这个数字比较简单一点 好 现在的话呢 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 一定要使用的是 有几种方法 一个方法叫做 十字教程 另外一种的话 叫做公式法 那么如果十字教程 实在是分解不出来 我们就可以采用的是公式 公式就是 2a分支 负b 加根号 b平方 就是300的平方 减掉4ac 那么这个算起来的话 数字都很大 但是这个题目 我们设计过 是拿来当作一个立体的 18500的话呢 我们可以 刚好可以分解成 350跟50的相乘 350跟50 相乘是负的 相加是刚好是中间的300 于是我们知道 临界值是什么呢 临界值是 一个是350 一个是负50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负50是不可能的 没有说 我们这数量的话呢 没有在 我们不能接受是负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350 到底是不是高点呢 我们再做第二步的验证 第二步的验证 我们就是再来个 两次为分 我们用的是 二阶导数判别法 二阶导数判别法 我们为分的时候 各位同学看这里的话 就知道了 这个是负6x 再加上 900 这边900 然后我们 我们要看 350这个位置 到底是 高点还是低点 怎么做呢 把350再带进去 带进去 我们发现 负6乘上350 超过了900了 负的比较严重 它是小于0 那各位同学知道 小于0 下凹 那么出现什么 高点 所以350是什么 Maxima 就是说 我们最大的收入的 产量为多少呢 我们肯定的说 350是 比较好的 我们就这样子 350的时候 会出现 最大的收入 现在我们来谈的是 最大的收入 以及价格 我们是这样说的 现在有一个题目 是这样的 某公司的行销部门 发现需求量 X跟单位的价格 P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P等于 根号 X分之50 好 现在 生产 X单位 那么成本 这个成本的话呢 我们 大概先说一下 这个成本 有固定成本 跟 非固定的成本 这个固定成本的话呢 在这边 这是随着 X的增高 它的成本 也会提高 这是 跟X无关的 那个是基本的 那是固定成本 价格定在多少 可以得到最大的利润 首先 我们要 让同学知道 一个观念 就是 如果说 你的价格 跟你的数量的话呢 中间 不是说 价格定的越高 你的利润就一定会越高 因为 在市场上面来说的话 价格定的太高 它会影响到你的 你的需求量 所以 我们应该要得到一个 适当的价格 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一个 最大的利润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要怎么做呢 最大的利润 我们要知道是 我们的收益 减掉我们的 C 也就是说 我们的利润 我们的profit是什么 是 X乘上P 减掉C 那么 这个地方是 XP减掉C 结果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 X是在这边 P在这边 减掉C C是什么 0.5X再减500 这就是我们的 所定到的什么呢 是模型 不过这个地方 我们再做化减一下 因为这边 跟号X跟X 我们还可以化减一下 变成50跟号X 我们这边的话呢 做一个整理之后 好 这个地方 我们的是profit 这跟这个小P 是不一样的 这大P 我们如果说是 怕弄错的话 我们把写程拍就好了 好 现在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P是多少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算P跟算X都可以了 现在我们要定的是 最大的利润 我们先把X算出来 来 先对X为分 这个地方为分 这是X是二分之一次方 乘下去就25 负二分之一 放在楼下 放在这个分母了 这个呢 减掉0.5 这个没了 而我希望 这个算式是等于0 那么X是要多少呢 我们知道 这个分之25 是等于0.5 那么 根号X是50 那X就是2500了 2500是发生 极大的利润的部分 那么 我们 要知道的是 两次为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两次为分 我们发现 如何呢 两次的为分 这个地方是 前面这边 我们已经写出来了 DXDP 这边已经写出来了 为什么这样写的原因是 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还要准备 再做第二次为分 这叫做二阶 导数判别法 那我们这边算出来 负二分之一 这边乘下去 这边就负的二分之三 这个地方是负的 这边的话呢 次方是负二分之三 各位同学 不要弄错 这边是横正 这个地方是横正 这是正的 这是负的 所以这是 永远小于0 2500 这是什么呢 出现相对极大的位置 那我们就 X就是2500 就出现了一个高点 可是同学的话呢 你看题目 定价格 对不对 所以价格 价格是P等于 根号X分之50 我们把它算出来 X是2500 所以这边是1 所以说价格一块钱的时候 是最佳的利润的点 高也不好 低也不好 这个是刚刚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经济学模型 跟微分的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 经济学的模型 本身来说 它是 discrete 所谓的离散的状况 X的话呢 它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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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在微积分里面 我们需要的函数 都是连续的函数 那经济学家就把这个 一点一点一点的 合在一起的话呢 写成 把它连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连续函数 方便我们去做 经济学上面的模型 那在介绍经济学模型之前 我们先要了解一些符号跟意义 那么现在我所介绍的这些符号 跟经济学上面常用的部分 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出入 不过各位同学只要了解 它的意义以后 就不难去分辨了 那么首先我先介绍的是X 我们最常用的 这个数字X是什么呢 数量 这个在经济学上面 常常是用来做的一个叫做Q Quantity X是指的是我们销售的数量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收益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价格 用P来表示 Price Price是指的是价格 数量乘上我们所卖的价格 就是我们赚进来的钱 赚进来的钱 我们叫做Revenue R Revenue 这个我们称为收益 这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 就是说收益 其实就是数量乘上价格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是 R是等于X乘上P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各位同学能了解了以后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介绍 现在我们需要介绍的是 C Cost Cost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成本 我们的花费 一般来说 我们的成本常常要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所谓的固定成本 一部分我是我们的变动成本 那我们常常使用的是这样子写的 CX的话呢 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 一个是固定的 我们是用Fixed 变动的成本是Variable的 Variable V 这边是变动 这边是固定 固定成本的话呢 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是在经营店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固定的 固定的开销 人事开销 固定的 跟我们的商品的数量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地方都是固定成本 那么变动成本的话 跟我们的商品的数量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在制造商品的时候的原料 支出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是变动的成本 那么平均的变动成本 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 就是变动成本除以它的 平均的变动成本 我们常常使用的是这个符号 AV Average Variable的Cost 它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变动成本 除以X 这是我们常常用到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 是变动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的成本是 好你看啊 我们的成本的话呢 假设是这样子的 1000固定的开销 再加上50X 再加上 好 根号X 好了这样子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很明显的 这边是固定的成本 这边是变动的成本 那么平均的变动成本 怎么看呢 就是除以我们全部的数量 这个地方变动成本 这是平均的变动成本 原则上来说的话 我们的成本 随着数量的增加 变动成本会 些微的下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marginal的意思 marginal 边界 边际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这样说的 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marginal cost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是一个 这是数量 这是我们的cost 好 这样子 假设老板想要了解说 当我们销售到了 某一个数量的时候 假设我们这边是1000个 我们想要知道的话呢 再增加了一些数量 我们的cost会增加多少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X delta c 这边是delta x 于是我们的话呢 就想想看 这是什么呢 这个两个的比 就是随着这个地方 我们来写一下 marginal cost 相当于是说 delta x 趋近于0 上面是delta c 下面是delta x 如果的话呢 我要来解释的话呢 当X的话呢 增加一个的时候 我们的cost会增加多少 那各位同学看看 这是什么 这就是唯分的意义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d c d x 那么其他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跟依此类推 revenue marginal revenue 一样的 这也是所谓的唯分 意思类推 只要跟marginal有关系的 都是跟唯分有关系 那么我们在后面介绍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知道 怎么样去利用这些关系式 然后来做题目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 里面所有都是要用到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 就是我们的收入 就是我们的赚来的钱 假设我们这叫做profit 可是因为它是p 跟我们的price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假设它是pi好 pi是等于 我们的收益 revenue是x乘上p 再减掉我们的cost 就是我们所要花掉的成本 如果我们赚进来的钱 扣掉了我们的成本 这就是我们赚进来的钱 这是我们用一个pi来表示 到后面我们在写题目的时候 就会比较方便 我们来引用92年四季二专的一个例题 来介绍一下经济学模型跟微分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如果一个独占厂商面对的需求函数 q等于20减p 这个地方的q指的是数量 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x 这边是price 是p就是价格 那么我先写出来x是等于20减p 这个p是一个x的函数 所以我们顺便把px都写出来了 是等于20减掉x 好 现在再继续看下去 总成本函数tc tc指的是 这个t是total cost total cost的 这个是x的话呢 tc这指的是我们的成本 cost 是8q就是指的是8x 现在我们来看利润极大 什么是利润极大呢 pi 我希望这个pi 希望它是尽量的大 那么pi我要把它的算式写出来 算式就是我们的收益减掉我们的成本 收益就是revenue x乘上p 现在我就乘下去 x乘上px 再减掉我们的costcx 现在把它列出来 x乘上p 这个变化的p是20减x 所以是20x 减掉x的平方 再减掉cx是8x 现在我们列出了这个 我们的利润的函数了 整理一下 利润函数 是等于负x的二次方 加上12x 好 现在题目是看的是什么 利润极大 这边极大的意思就是要让它 找到它的临界值 才会发生极值 所以我们对它做一个 对x做来一个微分 这边微分的时候是 负2x加12 什么时候会发生极值呢 x是等于6的时候会发生极值 会出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 所以我们就这么说了 当x等于6的时候 会出现的是相对高点 可是题目问的是什么 价格 p 我们回来看这个题目 这边的p 我想要知道的是p是多少 20减x x是几 6 所以20减6 应该是14 这个题目 答案是A 我们现在来介绍 89年联合真事的一个 经济学的一个考题 题目说 独占厂商面对需求的函数 q等于60减掉二分之一p 我还是一样把它写成 x是等于60减掉二分之一p 我习惯的还是把p算出来 两边同乘二 然后p就是120减掉2x 我把它的价格跟数量的关系 找出来了以后 现在我来看一下 这边有关于成本的部分 平均变动成本是x就是q 那么它是除以数量 所以的话 其实我们的变动成本 应该是x的二次方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边际成本 同学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看 这边的话是 dc dx x是等于2x 那么我们要知道是什么 c是多少 当然是x的平方 这边是所谓的变动的部分 这个部分 这边total 这边是固定成本 所以真正的所有的cx的话 整体来说应该是100 再加上x的二次方 这边是固定成本 这边是变动成本 现在我们希望它的利润最大 现在我们把利润函数列出来 x乘上p x乘上p 我就直接把p写出来 x乘上p就变成了 -2x的二次方 加上120x 扣掉c 要扣掉多少呢 扣掉100 还要扣掉x的二次方 这才是我们的全部的利润 我们要找的是最大利润 这是我们一般来说都是 这个题目都是要这样子找的 所以我们对它 做一个微分 现在对它微分的时候是 -4x 加上120 这边还有一个 100的话呢没有了 这边是减掉2x 我希望它要等于0 我希望它要等于0 -6x加120等于0 所以的话呢 零界值x是几 是20 当x是20的时候 可以产生最大的利润 但现在最大利润是多少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20带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带进去 20是变成了负的 这边带进去是负的1200 再加上这边的话呢是x平方式 加上2400 再减掉100 所以这边是1200 -100 1100元 这边的答案的话呢是应该要写B 其实经济学的话呢 跟维分的关系的话 在这个里面的题目是最多的 那么各位同学 你只要了解这个固定的一个关系式 那么对于这张的提醒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掌握 在这个单元的话呢 我们介绍的是最佳化的问题 那么我们提醒同学的话呢 做以下的一个解题的步骤 这样子比较不会错 首先我们要建立的是 建立模型 建立模型的话呢 不论是在经济学上 或者是在一般的应用上面 我们的话呢 都要先建立好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函数 跟我们的变数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地方限制条件 常常在题目之中 它会有一些范围 我们要注意的是 答案不要超过我们的范围 然后再下一步呢 找出临界值 临界值就是我们可能发生的高点 或低点的位置 找到以后呢 我们就要利用 一阶导书判别法 或者是二阶导书判别法 去判断这个临界值 究竟是高点还是低点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 才是我们的最佳化的状况 最佳化的问题 就是寻找最佳的利润 也就是我们希望的最大的面积啦 无论是面积 还是时间 还是电流 无论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只要是最佳的情况 我们希望的都是最大或最小 所以集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